Hello 大家好 我是桃香 我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录这种读书节目了 是不是有一点想念呢 其实我也很想念大家呀 因为我之前一段时间不是生孩子 然后小孩又生病呀什么的 就真的前前后后搁置了半年的时间 但读书我还是有读的啦 只是要把读的书变成一种思考写下来 其实是不那么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准备现在再把它捡起来 然后每个月跟大家分享 两三本我这样读过的书 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 如果你们对于我今天读到的这些书 曾经读过或者有什么见解 你有什么推荐的其他类书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弹幕里面跟我分享 今天想推荐的第一本书呢 就是李淡的这一本透唱 实不相瞒最近呢我很喜欢脱口秀 而这本书的作者李淡呢 他就是一个脱口秀艺人 也许你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曾经听说过他 这本书呢是他在2020年年初完成的一部中篇小说 书的封面呢它有一面镜子 然后很显然这个镜子的质量不杂 你总是毛毛躁躁的 但是呢他跪在真诚 我是说这本小说 这本小说呢讲的是李淡这个人物走进了社会 他一面呢一头扎进了名利场里温竹 一面呢又和清醒的自我去做一些较劲 这样一个过程 我一直觉得像演员作家哲学家艺术家这一类职业 他本身需要一种他本身需要你非常的脆弱 而拥有这种脆弱和敏感的人格才会觉得老老实实的活着是一件 不舒服的事情 而这种敏感体质呢会让你看到很多问题 它的本质 而我手里的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写给那些对于李淡这个人物 你可能知道然后对他感兴趣的人 因为如果你对他不感兴趣 你读这本书很有可能会觉得 哎无聊死了 怎么会有人有这么多奇怪的想法这么唠叨呢 这本书他到底讲什么呢 他讲了李淡这个小说人物啊 他曾经拒绝了电视台里面的一个编制 这是很多做媒体的人都非常想要的一个东西 他也讲了他自己非常渴望去被爱 但是呢因为害怕会失去爱 所以他假装他对这种东西没有需求 他不需要 也讲了他很多次离死亡非常的近 那种非常绝望的痛苦的感觉 我觉得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会想到我自己 我会觉得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很多次会想到 哎为什么人要死啊 然后为什么人会害怕死亡呢 为什么人会患得患失呢 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为什么人要谈恋爱 因为谈恋爱了之后或者结婚了之后 就不是你一个人能够控制的 比如说学习啊或者是很多东西 你只要我很好的努力 我就会提高 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里面 但是谈恋爱结婚生子 他就 测入了更多的人 你不能控制另外一个人做什么 所以他的一个本质 其实就是你会患得患失 你会害怕你的另一半和你在感情里面 并不是同步的 比如说你成长了 他没成长 你爱了他不爱了 就是这种会很恐惧 和李奈一样我也不喜欢那种规规矩矩的一眼就能看到头的工作 其实呢对于我刚刚说的那些问题 这本书里面都没有给出答案 它只是让我找到了顾名 让我发现 让我发现我其实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那么拧巴的人 收回这本书 对我来说我觉得读这本书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在我当时的状况下 我其实挺累的 然而我看书的那两个晚上 我就觉得非常的轻松又开心 尽管他聊的问题都是一些时间呀 一些概念呀 名利 爱情 死亡 这种比较深沉 比较荡的东西 所以就很奇怪啊 他讨论都是那么深沉的 那么沉重的话题 为什么我感觉我被治愈到了呢 我想也许我找到了和他的一点点共通之处 就是他想要被爱 他渴望被爱 然后呢 他也被爱了 就跟我当时的状况是一样 就是我也很累 我也收获到了帮助 书里这段话说 活着 为什么呢 我觉得讨论人生意义这种问题啊 是很有趣的 但同时我又很害怕去讨论这种问题 为什么呢 我其实之前学哲学的时候 很喜欢去讨论人生意义这样的问题 尤其是在我还不了解哲学是什么 这个时候 我会觉得啊 多有格调 但是当我学的稍微多演了之后 我反而会比较反感去 在聊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 人活着是为什么这样的问题 李楠楠这个书里面就说了 问为什么是一个很错误的发问 不能问why 要问what 那么why就是为什么 他在所有的语言里都是一个诅咒 只会让人感到非常的难受 你想破了头也想不出一个答案出来 所以要问活着是什么 而不应该问活着为什么 他说 因为活着是如此的复杂 任何简化他的冲动都会伤害你的智力或者有力 就是活着 没了 与其问我为什么要做全职嘱咐 然后问你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 选择这个生活 选择这个工作 不如问问自己 我要的是什么 然后我目前的职业啊 状态啊 专业啊 日复一日的人生里面 我到底做了什么 对不对 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书里面的一段文字 它可以打动到我 是 你可以向盲人解释大海 他们不理解什么是蓝色 但他们可以理解无尽 我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本书呢 就是我手里的这本 《阿莱的尘埃落地》 这是一本不需要用矛盾文学奖来证明自己的小说 阿莱呢 他是一个藏族作家 我之前有一个藏族朋友 他说 在他们那里 很多人是没有信的 只有名字 所以我在想 天哪 这也太好取名字了吧 就是 怎么方便 怎么来 怎么好听 怎么来 对不对 我估计阿莱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他在想 对啊 怎么好听怎么来 那我不如就叫阿莱好了 好吧 这个梗有点破 2000年的时候 这本《尘埃落地》呢 获得了矛盾文学奖 阿莱呢 是拿到这个奖项 所有的作家里面 最年轻的那一个 我其实最不喜欢就是说 这本书拿奖了 所以说它值得读的这种人 因为 似乎好像是它先拿奖 所以它才是一本好书 但不是这样的 是它是一本好书 值得读 所以才拿奖 对不对 但是呢 固定思维这种能力 就是一旦拿奖这件事情 植入到了咱们脑子里 那你就很难把它再放出来了 而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 就会穷尽我们的脑细胞去想 哎呀 这个地方是不是写得特别好 那个地方是不是 它处理的特别好 安排的特别巧妙呢 但幸运的是 我手里的这本《尘埃落地》 如果你真的买回去 拿去读 你肯定会同意我 这本小说 它是不需要通过 《矛盾文学奖》来证明自己的 你不需要去费尽脑筋的去猜文学评论家 为什么会喜欢它 因为你一定会爱上它 其实这是我第三次读它 然后这本书也是我这一次读的时候才买的 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它拿了这部奖项 纯粹是我对于藏族的风情啊 包括对于当地已经消失的吐司制度 非常的感兴趣 我其实是对这种比较神秘的地狱啊 文化啊是非常有兴趣的 所以我才去读这本小说 小说讲的是 《绅士贤赫》的康巴吐司 在酒后呢 和他的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儿子 这个傻儿子 也就是吐司家的二少爷 才是这个小说的主角 是他呢见证了他的父亲 也就是老麦奇吐司 带领整个家族率先种植因素 然后发家事负 用因素带来的产富呢 换成了新式武器 挑起了吐司部族之间的战争 将其他几个吐司玩弄于鼓掌之间 必使自己的家族称霸一方 然而呢正是在整个麦奇家族登基兴盛的时候 也正好是整个吐司制度 它最后的时间了 最后很快 很快呢在解放军围剿国民党残部的时候 很快呢在国民党 整个吐司制度呢 也来到了他最后的时间 很快在解放军围剿国民党残部的龙龙炮身中 麦奇家的观寨坍塌了 吐司之间的纷争仇杀消失了 旧的世界尘埃落地 读完整部小说就如同看到了 麦奇家族轰轰烈烈的这段历史 而这种如同就发生在你眼前的这种真实感 离不开阿莱他的文化背景 以及他长年以来的走访和调研 阿莱呢生于嘉荣部族地区 是四个吐司同时管理的一片非常大的土地 他对于当地特殊的吐司制度啊 以及嘉荣部族他们整个的文化生活场景都十分的了解 小说里面刻画的角色呢 也都让人非常的难忘 我最喜欢的角色呢 其实这里面一个非常智慧的 坚毅的传教徒 他叫温波易西 当然了只不想说他刻画的最好的 安排的最巧妙的还是麦奇吐司家的二儿子 这个人物角色他其实是有了一点传奇荒诞色才在里面的 他被人认为啊是一个傻子 大概他的智商是有一点问题在的 当和他的父亲和他的兄长坐在同一个桌子上面 然后商量正式啊 包括吐司家之间的纷争啊 来年的春天 他们到底是应该种麦子还是种英素 这种春种的计划的时候 他一般都是坐在桌子旁边傻笑的 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就会越来越觉得这种人物角色上面的一种傻 他其实是有他的复杂性在里面的 他包含了一种不争执 然后包含了一种天意在里面 所以这是为什么 整个小说你读下来会发现 二儿子是最傻最没有心机的一个人 而最后呢他却变成了一种像寓言家一般的存在 就是他每次很不经意说的一句话 最后都变成了一语成诚 比如说小说里面也有一些自认为非常聪明的人 比如说像吐司的大少爷 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又有谋略的人 用他毕生的时间去挑起吐司与吐司之间的战争 去杀更多的人占领更多的地方 而吐司家的傻儿子也就是这个二少爷 他身为一个掌权阶层 他对于身杀掠夺却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不希望去挑起战争 与此同时他却能够对于平民 甚至对于奴隶啊都怀有一种悲悯的心 最后呢还是他去召见了整个吐司家族的覆灭 如果你已经看过这本书了 我就再多说两句 那么这种傻的性质啊 在我看来他其实是超越于线性的时间观 也就是我们现在认为有过去现在明天 但是他因为傻 他可以站在高处去看所有的时间线 然后呢同时他也超越了他对于阶层的认知 他知道走偶一天这些制度都会消失的 一开始这个傻儿子 这个二少爷这个傻子 他是不希望能够继承这个王权 因为呢他对于权利是没有那种 世俗的追求在里面的 但是他后来转变了 他转变的一个契机是什么呢 就是他曾经的侍女 卓马哭着跪在这个二少爷面前说 求求你成为一个吐司吧 只有你成为吐司 你才能恢复我的自由身 这个时候这个二少爷才下定了决心说 我要拿到权利 二少爷他想要成为吐司 不是因为他想要享受权利 女人徒弟啊之类的东西这种 而是他本能想要去拯救一个奴隶 在书里面呢 有这样一段文字去写 傻子对于吐司制度的这样一个看法 他说吐司喜欢更多自由的百姓 变成没有自由的家奴 家奴是牲口 可以任人买卖 任意驱使 而且要使自由人不断的变成奴隶 也十分的简单 只要针对人类容易犯下的错误 定一些规矩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的透彻呢 小说其实里面有无数的这样的瞬间啊 当所有的人都挤破了头为了名利 为了土地 而吐司制度二少爷呢 却可以一语去道破阶层权利 爱欲的真相 同类型的作品里面让我想到了那一部电影叫做阿甘正传 他也是写一个纯真傻气心存善念的这样一个傻子阿甘的一个故事 而他们的手法呢都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主角去反应或者是去反射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 非常复杂的人士 小说呢画了非常多的笔墨去描写了个人对于爱有权利的渴望 然后家族内部的一种权谋威胁 以及吐司与吐司部族之间的战争与和平 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幻的一种笔调 如果你读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他的笔调非常的魔幻了 将一段已经消失的西藏历史留在了这本书里 那么就跟大家分享几段我比较喜欢的文字吧 我们在那个时代定出的规矩是叫人向下而不是叫人向上的 骨头沉重高贵的人 是制作这种规范的艺术家 为什么宗教没有教会我们爱而教会了我们恨呢 这段其实写的是传教徒温波易西啊 他带着他认为所向无敌的教法来到了麦奇土地 然而他没有被接纳 结果是他自己啊被这群野蛮人用极其不开化的方式所接纳了 也就是小说里面他被割掉的舌头 从一个传教徒变成了一个奴隶 或者我们说书记官是一个家族里面的一个职位 我常常做的梦是往下掉 在梦里往下掉可真是妙不可言呀 就这样掉呀掉呀一直往下掉 没完没了到最后就飞起来了 因为虚空里有风嘛 其实对于这一段的解释还是可以有很多种的不同的解释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他整个就是这个二少爷他在王拳的争斗血窝里面 他本身是无异于夺权 但是他却始终没有办法置身事外 因此他即使想要往下坠了最终呢就不得不飞了起来 也就是这边说的最后飞起来了 因为虚空里有风嘛 最后一段 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的 你不要它它就好好的在那里 保持着它的完整它的传存 一旦到了手中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全部得到 这道话我也很喜欢 然后书里面这种类似的文字还是挺多的 欢迎大家去看原著小说 非常好看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本小说 就是我手里的这一本 见信如物 当然了我已经拆掉了它的封面 这是它里面的那一个 所以你不要找同款 找不到的 这是一个叫萧恩亚瑟的一个英国人 在2009年开设的一个blog 用来分享大家所珍藏的一些信件 手里的见信如物 被评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书信合计 这个中文版里面呢 它收集了124封书信 比英文版要少一封 本书的英文名叫做letters of note something of note的意思呢 就是某某东西 它是非常的重要的意思 所以直译过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信件 但是中文简体版把它称之为见信如物 也就是说你见到了这封信 就如同见到了我 我觉得比它繁体版的书名 也就是私密信件博物馆 更有意思一点 这本书信集其实已经很出名了 可能前几年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 有现任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写给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 分享了她自己的一个私人低面烤饼 就是我看她那个名字的时候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 她是叫这个名字 就叫私人低面烤饼配方嘛 第一次读的时候 因为南方我们这边有一些地方会把 得读成低 好低 或者是没事的 这种说法在里面 所以如果看到她那个私人低面烤饼配方 我想 她还这么娇羞 有英国作家迪根斯对于死刑 这种制度的探讨 有第一个发现 DNA的科学家 他迫不及待的 满怀兴起的跟他的12岁的小儿子分享 他发现了DNA的双楼旋结构 由奥斯卡瓦尔德去讨论 为什么艺术这种东西 它是无用的 总的来说 就太有趣了这本书 我指的是 它的涉猎的内容 是非常的广泛的 但同时呢 它又非常的真挚 里面的情感很真挚 我看过一些书评说 看了这本书 让我们追忆起从前那种 通过书信去交流 等待书信的那种日子 但我觉得这个还有点太虚了 它不完全能够打动到我 它最打动我的是什么呢 是开完这些信 我发现由于现代化的文字传递模式 太高效太有趣了 我其实丧失了部分的一种能力 去妥贴的说话 妥贴的思考 提皮写一封邮件 我该怎样用最短的语句 去告诉对方 我是谁 为什么写这封邮件 我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我想获取什么 对于他人的不信或者谴责 我该怎样最得体的方式去回应他 而当我想要去拒绝别人的请求的时候 我该怎样说出口 其中有一封信是 8岁的小女孩Virginia 去写信给太阳报的编辑 问她是那老人是否真实存在 这位编辑的回信非常打动人 我截取一小段读给大家听一下 Virginia 你的小伙伴们错了 他们被这个多疑时代中的怀疑精神给影响了 他们除了亲眼所见的 什么都不信 他们觉得 小小的脑袋瓜里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不存在的 Virginia 所有的头脑 不管是当人的还是小孩的 都是很小的 在我们这个广大的宇宙里 人不过是一只虫子 比起周遭广阔无边的世界 比起掌握全部真理和知识所需要的智慧 我们的智力就像一只蚂蚁 是的 Virginia真的有圣代老人 说没有圣代老人 感谢上帝 圣代老人存在着 他永远存在着 Virginia 一千年以后 不 千千万万年以后 他还会继续将快乐带进童心里 是的 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就是问你 圣代老人到底存不存在 但是他里面也有一些非常深刻的道理 就是你看不见 你难道就认为他不存在吗 而 在物理世界里不存在的 他的精神世界就不存在吗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又非常深刻的道理 不是吗 他里面还有一个人 是一个叫阿瑟法菲尔德的一个出版商 他想要拒绝斯泰因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女诗人 法菲尔德就写了这封信 去回复他 为什么我不能够给你出版你的诗文 你们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太有意思 太巧妙 最好你是可以去读他的英文版 就是在他正文的旁边 他有英文的原版信件 真的很有趣 就觉得这个人还蛮幽默的 这本的建讯如我也非常推荐给大家 但是和前面两本不一样 我觉得这本书信集的读的方式 不应该是一口气读完的 就可以比如说今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来看个四五封信 所以可能一个月你可以把它读完 可以去让自己多进行一些思考 这是我的一点点小小的推荐 不知道你三月份读了哪些书呢 希望你可以在大幕或者留言区分享 而刚刚呢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三本书 后场 尘埃落定 以及见性如物 它都有一些不太一样 我最推荐的肯定是这本 尘埃落定了 它就是一本 看是绝了的小说 我觉得 那么另外两本书里面 非要挑出个一二的话 是见性如物 我觉得更好一点 李丹的后场是非常容易读 如果你这个时候想要培养一下你对书的兴趣 想要培养读书的兴趣可以试试看读这本书 它的表达方式呢 也是非常快速的能够和人找到共鸣的 就是这样 那就是我三月份的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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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她也讲她非常渴望被埃 但是因为 整个小说的主角 先讲了她的私人面 私人低面烤饼配方 对 对 嗯